大家好 這裡是《威與時光》 在唐代的《友揚雜組》中記載了這樣的一件事情 唐仁宗大和年間有兩位秀才去嵩山旅遊迷了路 他們在山中遇到一個神秘的白衣人 白衣人說他從月亮上來 兩位秀才不相信氣氛一度的十分尷尬 白衣人笑著說這對你們來說太難以理解了 那我就詳細的跟你們說一說吧 你們知道月亮其實是用七種材料合成的嗎 月亮就像一個球 上面凹凸不平 你們看到的亮處是月亮反射的太陽光 月亮上邊有八萬兩千戶人常駐 負責維修月亮 它就是其中之一 現代人都把這個當作小說來消遣 可是這個故事裡提到的五個關於月亮的信息 已經有三個被證實了 第一個是月亮是球體 第二個月亮表面凹凸不平 第三 月亮的光亮是反射太陽光 另外兩點 月亮是人工製造的 月亮上有很多常駐人口 現在正在被時政科學家一點一點的論證 根據《金史天文志》記載 《金太宗天會11年》也就是公元1133年 月球的運行忽然偏離了正常的軌道轉向南方 不一會月球又回到它正常的軌道上 天文志是官方記錄 可信程度很高 如果月球會偏離軌道 那就很有可能真的是人造的 現代天文學對於月球的起源至少有五種假說 第一種 分裂說認為 月亮就像是地球的親生女兒 原始的地球在共振和潮汐的作用下分裂出了月球 第二種是捕獲說 它認為月亮就像是地球搶過來的孩子 地球的引力吸引外來星體形成了月球 第三種是同源說 認為地球和月亮就像是兄弟姐妹一樣 都是在太星雲凝聚過程中同時產生的 第四種是核爆炸假說 是南非和荷蘭兩位科學家提出的 他們認為月球並不是由於太空撞擊或者太空爆炸所造成的 而是由於地球自身的一次核爆炸而從地球分離出去的 而目前居主導地位的是第五種 巨大撞擊說 巨大撞擊假說提出來 一個像火星大小的天體在大約45億3300萬年前 和地球正面的相撞 碎片圍繞著地球聚集形成了早期的月球 同源說或者是分裂說 從物質結構來說的話 必須這個月亮和地球的成分和結構應該是差不多的 但是美國阿波羅飛船 從月球上帶回來很多的樣品 對於月球的年齡研究表明 在形成年代上 月球要略早於地球 月球表面最古老的岩石形成在46億年前 有的岩石壽命達到70億年 而我們地球上發現最早的岩石的形成時間 不過是39億年 月球的物質更古老 並且有6種元素是地球上所沒有的 這是同源說或者是分裂說無法解釋的 對於各種自然起源 科學家提出了很多質疑 在阿波羅登月艙執行任務期間 地震儀記錄了一些非常不尋常的事情 每次阿波羅登月艙接觸到月球表面的時候 月球都會像門鱗一樣的發出響聲 NASA一份解密檔案顯示 月球在某種程度上可能真的是空心的 1970年4月 阿波羅13號飛船服務艙發生了爆炸 接著一截15噸重的火箭金屬部分 墜向了月球的表面 設置在月球上的地震儀記錄到了長達3個小時的震盪余波 如果月球是10星的 這種聲音只會持續1分鐘左右 和同樣大小的行星相比 月球的密度要小得多 很有可能它內部是空的 如果是大爆炸或者是撞擊等天然形成的 那它不可能是空心的 另外為什麼月亮的運行軌道 不會受到其他天體運行的影響 不是圍繞地球旋轉 而是繞著地球對轉呢 月亮圍繞地球旋轉的軌道幾乎是一個正圓形 永遠是一面對著地球 另外一面背對著地球 那一般天然衛星的軌道都是橢圓形的 根據常識 只有人造的地球衛星的軌道是圓的 地球對月球的引力遠遠小於太陽對月球的引力 但是月球卻沒有被強大的太陽吸引過去 而仍然留在地球的軌道上 如果月球是一顆宇宙中的天然的星體 那麼它一進入太陽系 就應該會被體積巨大的木星吸引過去 而不會跑到地球的身邊 所以很難想像月球是在宇宙中自然形成的 在月球上還發現了稀有金屬 比如鈦和鈦二三六 這些金屬是不可能在自然界自然形成的 而且月球比自然天體的衛星要大得多 一般的星球像木星火星土星的衛星都比較小 不超過母星的5% 但是月球的直徑是地球的27% 這些都表明月球不是一般的天體 在宇航員登月之前 人類就一直在觀測月球 天文學家在月球明亮的部分 曾經觀測和記錄下了300多次異常的運動物體活動 這些物體呈光點、三角形、十字形、排氣狀 和緩慢的分支延伸狀等等 日本天文學家也曾經一度發現 和拍下了月球上出現的不明飛行物 這些飛行物的直徑足足有幾十公里 1966年11月23日 美國軌道2號探月船 在月球背面的高空上 拍攝到了6個以幾何形排列的金字塔形的結構物 顏色比周圍的岩石和土壤要淡得多 顯然不是自然物 《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和《波音公司》 都做了報道 《波音》的威廉·布萊爾 他說這些形狀太幾何了 不可能是自然製造的 當他使用指南針和兩角器來檢查照片的時候 他發現肩頂形成了一個基本的 XY和Z直角坐標系 6個等腰三角形和兩個軸 每個坐標軸由三個點組成 凹陷處投射的陰影似乎表示 有4個90度的角 類似於被輕視的坑結構的輪廓 蘇聯太空工程師亞里山大阿布拉莫夫 也分析了這些照片 他提到埃及三座三角形建築 他說這些月球物體的分布 和開羅附近的埃及金字塔相似 中心堅頂年代也完全相同 美國宇航局的科學家法努克·巴茲博士 他表示他們並不是自然的 這些塔樓會比地球上任何一座建築都高 但是美國宇航員拒絕調查這個事情 他們只是說這是光和陰影造成的 科學家越來越傾向於月球是人造的 而不是天然形成的 如果是人造的 那月球到底是誰造的呢 有兩種觀點 有一種認為是史前人 還有一種認為是外星人 認為是外星人製造的 是因為實證科學的局限性告訴人們 沒有足夠的證據證實 史前人的確存在過 所以史前人造月的觀點 被絕大多數的科學家所懷疑 相比之下 有關外星人造月球的說法 就有一定的市場 最先把外星人和月球聯絡在一起的 是蘇聯的著名科學家瓦西里和小巴科夫 他們在共青團真理報上撰文說 月球可能是外星人的宇航站 月球是空心的 在它的表層下存在著一個 極為先進的文明世界 這個大膽而又離奇的假說發表以後 引起了科學界的震驚 人們很快就聯想到 在阿波羅探月過程中 曾經發生的震蕩聲和其他一些 樸素迷離的現象 還有美國宇航局在登月前公布的 科學家多年記載的597期 月球怪異現象 瑞典科學雜誌報導 蘇聯早在1964年發射的月球9號 宇宙飛船在月球背面拍攝到了一個飛碟基地 和由形狀奇特的高大建築物組成的城市 1969年 美國阿波羅11號 宇宙飛船首次著陸月球的時候 宇航員在月球的表面 一共發現了23個人類的赤腳印 於是用照相機拍攝下來 美國當局對此一直保密 直到近年才公開 顯然在月球的表面 發現人類的赤腳印是令人吃驚的 說明有人在美國之前已經登上月球了 而且不穿宇航服 地球人是不可能吃著腳登上月球的 那麼留下這些腳印的 只有可能是地球以外的生命了 這些證據讓科學家推測 生活在月球上的外星人造了月亮 但是前蘇聯的時政派的科學家 在此會議中不小心脫口而出 月球是古人製造的 很快的這個說法被全面消音 這種說法認為月球是當初科技高度發達的 史前人類造的 後來被外星生命佔據了 現在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 地球上有很多的文明古蹟 出土文物證明地球很有可能存在過很多次 每次文明毀滅之後又重建和繁衍 月球的構造原理跟金字塔類似 很有可能就是史前人類的產物 一位修行人看到他自己在上一年前的史前轉生過 他看到他自己參與造月工程的全過程 我們給大家講一講這位修行人所見 也許史前人類造月是真實存在的 他的描述中 人類文明曾經是非常發達的 那個時代世界上的大都市 也是遍佈著各式的摩天建築 漂浮在空中的飛行物不是飛機 而是像巨型郵輪一樣的龐大的飛船 一次可以乘載上千個乘客 這種飛行船也不侷限在地球上飛行 可以在九大行星的範圍內任意旅行 當時全部的機器都採用一種非常高密度的能源 效率很高 現今留下的古文明遺跡 以石造的建築物 石製的工具為主 所以有很多人因此就以為 史前人類只是會使用石器 而沒有能力使用電力或者其他能源 其實並非如此 由於那個石器的科學技術相當發達 人們開始構想要製造一顆天體 送上太空 照亮地球漆黑的夜晚 首先人們在地球上採集了大量的金屬礦物 建構月球的基礎骨架 這個骨架就像是碳60分子的結構一樣 龐大而複雜 地球上的人們利用神奇的機械技術 讓月球的骨架騰空飛起 由大量的巨型飛船拖曳前往太空的軌道 龐大的基礎骨架進入了軌道以後 由工程人員進行後續的建造 在地球外的太空軌道上 進行月球的組裝工程 巨型鷹架就架設在月球的外部 就像現在的建築工地一樣 數量龐大的太空飛船 往返於地球和月球之間 每艘船都承載或者拖曳著大量的建築物資 內部構造先由月球的核心做起 核心內部放置了各種機密的齒輪 機械動力設備等等裝置 核心以外到月球外殼之間 除了骨架以外沒有放置太多的東西 大致是空心的 最外層是以厚金屬板組合而成的一個保護殼 厚度達數公里 經過了幾年日夜不停的工作 人類終於完成了建造月球的工程 當時月球正面設計為拋光面 反射太陽的光芒照亮地球的黑夜 為了保持照明的高效率 將正面控制為永遠面向地球 月球完工之日 全球熱烈而盛大的慶祝 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從此 黑夜不再一片漆黑 多了一輪明月的光輝照亮大地 而月亮多變的形狀 也為人類增添了幾分賞月的樂趣 參與造月的人 成為當時人類最尊寵的一群人 讓人稱頌了很長一段時間 很可惜 那一個時期的人類文明 沒有逃過毀滅的命運 人類在科技的發展中 放縱自己的慾望 使道德下滑 而月球的建造 以及文明的高度發展 也使得物質缺乏 以及環境破壞 最後人類在變異中 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地球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最後再度回到了原始時代 重新開始 造月的故事 隨著年代的流逝 靠著人們的口耳相傳 逐漸的就變成了傳說故事 最後成了一個神話故事 現在已經沒有人能夠相信 懸在天空的月亮 就是他們自己的祖先建造的 到底月亮是外星人造的 還是我們人類的祖先造的呢 我更傾向於相信 史前人類造了月亮 只不過後來被外星生物佔據了 真相總是很難得知 但是總有一天謎底會揭開 好 微雨時光探秘真相 我們下次見